而现在距离农历春节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政治人物的春联也纷纷出笼了 因为明年是阳年 所以春联都是拿阳来做文章 上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春联呢 今年就有一张是写了 极阳如意 阳还是用画的 而苏贞昌的春联呢 则是直接做成了阳的图案 很可爱 民进党发言人徐嘉青 一手一张春联 两张都写着蔡英文 难道春联闹双包了 去年开始就有两个版本 那陈一郎的作品已经连续四年了 原来两个版本都是民进党的新春联 今年的厚德在务 是蔡英文合作多年的书法家陈一郎的作品 其实这四个字还不太容易了解 因为它出自意经 我初初看到这四个字 我想了半天说 哇 这个到底要怎么解释 还要特别请我们工作同仁上网 还去翻一翻一些书籍 了解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厚德在务出自易经 意思是有大德的人能够承担重任 去年出自佛嘉宇的善缘云集 难倒大家 今年厚德在务再度考验大家的国学程度 另一张是自闭症画家周玉祥的创作 即去年为民进党写下风格心细 今年再度辉豪 即羊如意的羊 用画取代字 同趣十足 但其实蔡英文最喜欢的是猫 不是羊 热腾腾的春联刚到货 立委萧美琴特制和蔡英文联名款春联 平安喜乐 浅显易懂 下头Q版的蔡英文和萧美琴 人像走可爱路线 为了让蔡英文首肯 萧美琴可是费尽心思 我怕这版本有点太可爱了 主席个性比较严肃不能接受 所以就要求一定要放一只猫 他看到猫心情好了快乐就可以接受 这个肖像权 我马上就点头了 不过要说可爱风 苏贞昌这次拿第一 直接把春联做成羊的形状 到红色的羊妹妹 印上即羊如意四个大字 超猛幻 我们这一次就是用一个羊的图形 很喜气 希望大家羊脸如意 政治人物春联出炉 也意味春节的脚步真的进了 迷失新闻 蔡英文范范继文台北报导